我就像我在大都市送外卖为生 却平白捡了一个媳妇 而且是一个超级大美女 进入了一个美梦中 直到三个月后 我才发现她的过往经历和家人 全都是编造的 而仇恨我的亲戚 污蔑我的同事领导 却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之后我遇到一个神秘老人 问我是否相信这世上有鬼 再往后发生了更离奇的事 我在护士送外卖 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在三个月前 从来没想过会有能力结婚的我 却成了一家有钱人家的女婿 是上门却不是入坠 这让我感觉恍如隔世一般 然而事情却又有不对劲的地方 尤其是最近您一个星期 我觉得我的妻子不对劲 似乎她并不是在护士的某一个地方 教授舞蹈的 她骗了我 事情要从三个半月前的闪婚说起 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傍晚 因为天气情况比较糟糕 对城里人而言 他们叫外卖就叫得多了 我和几个熟悉的朋友 都不需要抢单了 而是直接就可以有很多订单 一单一单地送一天下来 赚了四百多块钱 而且晚高峰还没结束赚钱的活 还在继续呢 我从一家中式快餐店出来 拿着打包的价值两百块钱的饭菜 骑上我的电动车准备送去 地点距离我在的中式快餐店是一里的 一里的整小区的名字叫白云豪园 结果我的电动车刚开到白云豪园门口 就发现门口蹲着一个女人 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只是头朝着地上蹲着 似乎头晕了 不过这并不关我的事 我想着尽快完成这单外卖 就去找保安开门 保安和我已经很熟了 因为这边我送了四个多月了 进门有电梯送上八楼回来 一气呵成 结果刚出门我无意中扫了眼 发现那个女人在冰天雪地中 居然还在蹲着 而且姿势已经是半跪着的状态了 我想这不会是心脏病发作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如此 我赶紧上前说道 女士你没事吧 说了两声对方并未回答 这让我更加确认 这位身材丰满的从背影看 是美女的女人 可能是犯病了需要帮助 我赶紧上前想扶起她来 结果不知道 是我跑单子一天累积了 还是怎么回事 我居然扶不起她来 感觉如灌了千一般的 她的身体重备要死 我竟惊呆了就惊恶在原地 就这么傻愣愣站在了 那大概十秒钟后 她忽然抬起头笑了 对着我笑了 那一个笑容 我整个的心底都几乎融化掉了 太美了 我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容颜 跟明星似的 当然我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是在影视剧里 那就是极品美女 甚至是仙女 她又这种绝美的脸孔和气质 试了试了 这时候她回我 我没事 谢谢你 你是个好人 我忽然觉得怯懦了 胆怯了 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跑外卖 三年的二十六岁的青年而已 再一个我热血方刚啊 见到如此美女穿着还单薄 我确实不知该如何了 我愣了一会 说道你没事就好 我走了 她并没有拦我 任由我离开继续送外卖 然而那天到十一点半 甚至到深夜睡觉时候 我都在想着 这美丽绝伦的倩影 那温暖的笑意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本以为 我再也不会见到此美女了 或者是偶然一瞥 但是却没想到 她来到了我的外卖公司的办公室 来找我了 我的朋友刘胖子 还有小郭都见证了这奇迹的一刻 一个穿着讲究的大美女 在我的外卖公司的办公室外等我 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束花 一束玫瑰花 我的同事们惊呆了 他们纷纷以羡慕至极的目光投向我 并嘀咕这个小子有什么背景 会有白富美来找她 而且似乎是来送花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 她能有个屁背景 她有背景 她会送外卖吗 笑话 然而就在此时 更令人惊恶的事出现了 那超级美女在这冰雪中跪了下来 她居然向我求婚 我感觉如在梦中一般 我问你找错人了吧 我一个送外卖的 你是不是说你是谁 你身价不菲啊 你这一身衣服起码上万了 我还是认识商标的 美女却说到 我什么都不需要你住我家就行了 也不需要入赘就当普通夫妻 我很喜欢你对你一见钟情 我们就这么成婚了 成婚的那天 我请了小郭河流胖子 以及其他二十个关系不错的同事 他们对我羡慕得很呢 他们脸上的表情 让我觉得我好像走上了 人生巅峰似的 在结婚的那一天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说是在护士的东区 教授舞蹈的她会多种舞步 她甚至当着我的面跳舞给我看 我感觉前所未有的甜蜜 如在一个甜美的美梦里 无法醒来也不愿醒来似的 之后我就搬进了她的房子 我有心理准备 甚至有一个我没请的经历 对我不友好 说我帮上富婆吃软饭了 我是有意反驳的 但是当见到一百八十平的房子的时候 看到那美好的辉煌的装修的时候 我还是怂了 我感觉自己的确在吃软饭 婚后是蜜月期 她说她请了假期 两个月的蜜月 让我感觉从未有过的幸福 我只有一个大伯 还和我断了亲在西北老家 当时她怕我吃她的沾她的光 故而当着全村的面 说和我断绝亲戚关系 让老村长作证 既然如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和美丽的妻子 神柳如烟之后 一起去了村里 发了喜堂 这一趟成为我最风光的回忆 而大伯一方面是羡慕 另一方面也是极度恨 以至于狂怒不已 在村大院内开始骂人了 大骂我和我的妻子 当从其他村民口中得知我的 妻子是一个舞蹈老师的时候 大骂特骂 说我妻子是一个贱女人 在城里一定是勾三搭四的 甚至做了那皮肉生意 才有了如此财富等等 我怒了 我虽然是个平凡人 偏向懦弱和老实 但我不能忍受 大伯这种恶毒之人 侮辱我的妻子 于是在发喜堂的二十分钟后 我就和大伯扭打在了一起 大伯甚至用嘴巴去咬 咬破了我的耳朵 鲜血淋漓 我也不甘示弱 打断了他的两个门牙 直到热心村民报了警 派出所来人了 才拆开了我们两个 奇怪的是 这打架期间 我的妻子在旁边不哭不闹 很安静地看着眼神中 流露出不同的光泽 变卖了组屋 我们商量着 回护士再买一套房 然而我美丽的妻子却说 可以把她的一百八十平的房子 加我的名字 让我无需再买房 我感觉很是惭愧 毕竟我没出彩礼 而且根据妻子的说法 她的父亲母亲 都不在了留下了这笔遗产给她 她只想找一个好男人嫁了 所以她没要我一分钱的彩礼 这在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却如梦一般的 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坚决不同意妻子 把房子加我的名字 于是就此作罢了 回到护士后的十天后 我村里的老村长来电话了 我本以为是卖房子的相关事宜 结果村长告诉我 我的大伯死了 我大伯身体一向壮牛 如何死的 我惊讶不已 然而当我把事情 告诉了我妻子柳如烟的时候 他却冷笑了一声 然后随即掩饰住了自己的笑容 然后去包饺子去了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后第二天 老村长给了具体的信息 死亡的原因是心梗 我痛恨大伯 但是却感觉他罪不知死 就这么死了我的天 哪知道吃饺子期间 我的妻子柳如烟说道 你不要可惜 你大伯是罪有应得 妻子面对大伯的死亡 显得无比淡定 这让我感觉有一种不知道 是什么的滋味在心头涌动 七天后我想继续送外卖 妻子神柳如烟 让我把工作辞掉 他要给我开一个店铺 一个饭馆 他来当老板娘 我同意了 毕竟送外卖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还请了小郭和胖子来帮忙 然而在新店开业12天后 小郭忽然对我说 你还记得张经理吗 人事部张经理 我问 是的 小郭神秘兮兮地说道 他对我说 你妻子说的那个 舞蹈教授的工作是俱乐部什么的 早在去年就倒闭了 我的心中咯噔一下 问你确定吗 小郭说道 我在网上查过了 然后去东区实地看过了 已经改为网咖了 这个公司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告诉我 你的老婆柳如烟 最近才辞职 这个 我无言以对我的心中 起了波澜了 我对我媳妇柳如烟 是绝对信任的 因为人家不能图我什么 图我是个送外卖的嘛 他没有任何理由骗我啊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13万的存款 他一分钱 没有还待在我的储蓄卡里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算了 也许妻子的公司倒闭 他不好意思说 靠着过去父母的丰厚遗产 来编制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给我也许是了 然而就在我的大伯 7749日的那天 我的妻子却消失了一整天 我打了四个电话 他去关机了 我的内心不知道 是一种什么滋味在 总之滋味不是滋味很特别 这时候之前我的仇人张经理 散布了一个谣言 在我的小区 当然还有我们的柳如烟 家常菜饭馆周边 他说的话语很难听 说我家柳如烟 是做皮肉生意的 我被蒙在鼓里 是一个接盘侠 我愤怒至极 想去找张经理理论 但晚上在吃饭期间 妻子柳如烟 否定了我找他算账 和报警两个计划 柳如烟说道信我 他活不过多久了 我吃了一惊 说道你怎么知道你莫非 柳如烟冷冷一笑 说道我会算命 我算到张经理 七天内必定有血光之灾 我半信半疑 得知张经理的死讯 是在三天后的中午 我在饭馆子里忙碌着 我其实做饭不好吃 所以算是半个店小二 传菜员 我们请的两个厨师 在忙着炒菜 我胖子小锅 我们三人在大厅里上菜 就在此时 门口来了一窝人闹事 原来是张经理 彪悍无比的老婆和小姨子 他们大闹一场 理由很荒唐 说是张经理 是被我们两口子气死的 脑梗 我说我都没见过 张经理何来的气死他 我甚至都一直在忙生意呢 那彪悍无比的 张经理的老婆和小姨子 开始打砸我的店铺 我小锅和胖子 奋勇出击 并坚持到了派出所的人到来 最后他们被拘留了五天的拘留 饭店这边暂时地恢复了平静 而接下来 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 结果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的妻子神柳如烟 一言不发又消失了一天 我担心妻子出事 但是电话又不接 我心想莫非和张经理的 彪悍老婆有关 我破天荒地关了饭馆 去到了他张经理一家人住的小区 看看 其实距离很近就半里地 去了之后 就看到那边聚集了一堆人 在看什么 我挤进了人群中 当看到地上的肥瘦的死尸的时候 我几乎要呕吐出来 试的是张经理的肥瘦彪悍的老婆 她死了 这我心中惊骇无比 心脏几乎要蹦跳出来 就在此时 有人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头 我经得无以复加几乎要蹦起来 转头一看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先锋道骨的老人 估计七十岁以上了 但是精神很不错 面色很红润 她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是鼠羊的吧 我说道是啊 我是鼠羊的 你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 那老人说道走 我请你喝杯酒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我感觉很奇怪 但是有一种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 在我心中萌生 我答应下来了 老人住隔壁的汤林豪园 居然家里很豪华 到处都是古董器物 我虽然不懂价格 但是也知道如果不是纺制品 这些东西应该加起来几千万上亿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这是唐三彩吗 我看电视里好像是这样的 老人拿起来说道 这的确是唐三彩 如电视里说的那样 没有错 都是一些小物品身外之物罢了 老人说得很淡然 忽然老人问我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 我完全没想到老人会有如此的问题 几乎是吓住了 老人见我吓着了 笑了一下以缓解我的惊骇之情 然后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头 说道不是我吓你小伙子 你的八字很硬 我惊了 我声音发颤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我有遇到鬼 然后追问道 是刚才那个张经理他肥说的老婆 魂魄不散吗 老人看着我淡定地摇来摇头 这就表示否定了 这下我更疑惑了说道 如果不是他 我没遇到鬼啊 你搞错了吧老先生 老先生说道 你身上一股子死人气 你觉得我会弄错吗 他眼神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光芒 我惊呆了 我颤抖着说道张经理 不对呀 是张经理骂我在先 我怎么可能主动招惹他 他还诋毁我的媳妇 说说你的媳妇吧 那老人忽然说道 似乎是转移了话题 我的媳妇他 他知道我的媳妇是谁吗 忽然我心中震颤了一下 莫非他这位老人的意思 是我的媳妇不是人 是鬼 这怎么可能 我的女友到媳妇 我的神柳如烟 我的好夫人 我的 她几乎完美 除了最近一段时间神秘了一些之外 几乎没有缺点啊 媳妇 你可千万别是什么鬼啊 我受不住啊 我好不容易进入一个美梦之中 我这 我不能这样啊 我几乎是想闭上眼睛 像鸵鸟一样 躲进沙土里 我甚至想掐一掐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在做梦 但是我却知道我不能够 因为须发揭白的老人 在等着我看着我呢 我说道 先生 您 您说实话吧 别卖关子了 老人说道 你的夫人不是人 是肯定的 这一点无庸置疑 我感觉 如晴天里一道霹雳 真的 受不了了 我当场失去了所有之觉 在我苏醒后 我不知道不了多长时间 我甚至 迷茫地问出了那一句 我在哪里 我 这是什么地方 但其实 地点并没有转换 时间也只过去了15分钟而已 老人还在那直愣愣看着我呢 我说 我的老大爷 你能别骗我吗 求你了 你告诉我 这是一场梦好不 老人说道 你也知道黄粱一梦的故事是吧 我说 黄粱一梦的故事 谁都知道吧 上学的时候学过 或者读课外书 首先读到的 很高的概率 很高的可能性 就是黄粱一梦啊 怎么了 老人说道 所以 你回想一下 你媳妇你妻子 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比如 她带你去见过她的家人吗 这我真不知道 她的家人是谁 真不知道 我回答 老人追问 气势上来了 说道 那 你问过她吗 她的父亲母亲 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吗 这么亲的人 你不问问 我崩溃了 如实地回答了所有的对话 包括我问她亲戚的事 以及彩礼和办婚宴的事情 这一切的一切 我都如实说了 老人点头 不断点头 然后说道 好 我大概明白了 那 你能帮帮我吗 我刚问出这句话后 忽然好后悔 我这不是把媳妇 往火坑里推吗 我媳妇如果是鬼 我也 我被害过吗 显然没有 我都鬼媳妇 还帮助我创业 开饭店呢 我们之间的恩爱 就此结束了吗 我想起了白素贞 想起了许仙 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新白娘子传奇 那法海是坏人了 我们小时候一直认为 法海是坏人 坏死了 青蛇白蛇 是好人 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结论吗 想及此处 我似乎误了 我说道 老人家 首先 感谢你 你能指出我和鬼结婚了 我佩服你 感谢你的正直 其次 我决定了 鬼也有好鬼和坏鬼 有正邪之分 我决定 和我的善良的鬼老婆 白头道老 不对 是我老了死了再说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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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然后 我向老人礼貌的说拜拜 挥手道别 老人却说道 小伙子 你稍等 我想 法海是怎么陷害许仙的 莫非 莫非这个看起来善良的老人 要在我身上贴什么法宝 不对吧 我他娘的是在演电视剧还是什么 不可能啊 而结果 老人压根不接触我 不给我任何东西 说道 我不是百分百确定你的妻子是否是鬼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人 这话 令我相当疑惑了 我说道 你说我媳妇是鬼 我忍了 你压得说我媳妇不是人 你才不是人呢 我停顿一下说道 假设你说我媳妇就是鬼 我认了 我就和鬼一辈子 也挺好 我也比打光棍强一百倍了 不对 是强一万倍 十万倍 反正是强很多 但是 你说我媳妇不是鬼也不是人 那是什么 莫非是个黄鼠狼 老人沉默一会 就点燃了一根烟 然后问我是否抽烟 我提高了警惕 我是不抽烟的 但是他被烟火给熏照了 里面如果夹杂了什么毒药 我怎么办 但是再一想 我刚才昏死去的时候 如果他要下药 早就下药了 这个老人看起来 是那么的睿智 善良 果决 可谓是精神绝朔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如此怀疑一个精神 很好的对我很不错的老者呢 我想了想 说道 我得走了 我媳妇等我呢 老人说道 我希望你周末来一趟 你暂时死不了 但是我要搞清楚 你媳妇是个什么 真的 他不是鬼不是人 我说道 天地人神鬼 我媳妇不是人不是鬼 莫非是成精的什么 我此时真是有点恼火了 故意试探性的问 结果老人说道 你刚才提及黄鼠狼 其实 绝对不是 我可以肯定 可以肯定 我说道 好 我回家了 就算是白素贞我也认了 老人说道 记住 周末 或者周六 到谷湾市场见一下我 我的摊位在 东南角 我不理会 走人了 回家以后 媳妇依然没回来 我刚要打电话 结果来了 我见到媳妇化淡妆 十分美 我接着看 灯光下的倩影 十分肯定 百分肯定 是有影子的 我想了想 决定隐瞒掉这事 保留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 因为 媳妇并不告诉我 她今天去哪里了 我一辈子 不能说一辈子 应该说结婚到现在 从没翻过她的手机 当天晚上 我觉得 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似乎有什么味道在 于是靠近了媳妇的美背 柳如烟说道 你怎么跟个什么似的 在闻什么 说着 扑斥笑了 我说道 你就没个亲戚什么的 我们太孤单了 我是孤儿 你也是 不知道怎么的 我忽然破天荒来了一句 媳妇柳如烟说道 你不是喜欢安静吗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啊 她有点开玩笑的说道 这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她接电话 说了句 好的知道了 就挂了电话了 然后 对我说道 是同事 同事没什么事情 我心道 你的那个所谓的 舞蹈俱乐部教室 倒闭多少日子了 你还骗我 但是我在一想 她骗我 我一无所有到现在 有一个价值几百万的 上千万的饭馆 我愁什么 我有什么东西 是她可以图谋的吗 不可能的 我于是产生了一个 奇怪的心态 就是躺平 或者说 半躺平 有白富美撑着家 我干什么 我就老老实实干个活 当个饭馆老板 兼顾传菜员得了 不求多大富大贵 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就得了 我求什么呢 我真的 求什么呢 想及此 我也就安心了 很快到了周六 周六 最近生意好复苏了 兴起了一个新的机会 商业的机会 叫赶大吉 赶大吉 这三个字 可不是来自城市的 而是来自于农村区域 过去 数百年来 在农村地区 才有赶大吉的说法呢 现在不太一样了 上头 鼓励摆摊创业啊 逐渐形成了集市了 这个集市 不按英立算 而是每周六 在世纪百姓广场的东南侧 有一个大集市 上头不但不管 还鼓励大家创业 摆摊挣钱呢 这是一个崭新的商机啊 按理说 我作为一个饭馆的老板 或者说 半个老板 我应该抓紧时机 去菜市场集市上 发传单 宣传一下饭馆 但是我却否定了 自己的这个奋斗的念头 为什么 因为 我不想这么做了 我想 如果我的媳妇是鬼 或者是仙人 我 不是就可以躺平了 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吧 不过 在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了老人的话语 我心道 我不如去东南那边看看 那集市的东南角 有堵食的 加上卖古董的 一堆 一堆人啊 既然想到此处了 心里就萌芽了 不去 不去心里难受啊 去 有两个选项 一 自己去 二 带媳妇去 如果选二 那么答案可能就不能藏着掖着了 就揭晓了 我心 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啊 我怕 我担心 我怕失去他 真的怕失去他 既然如此 我不去吧 不理他 躺平就真的完全躺平了 好 那就不去了 结果 饭店里这一天 破天荒的冷清 人够了 我在那左右是无事 于是我饭见了 去那边大集市了 距离不远 去的时候 媳妇问我干嘛去 我说去溜达一圈 媳妇柳如烟说道 好 去吧 溜达一下挺好 你都胖了时间多了 我说道 我的开始减肥了 话虽然如此说 但是我哪有心减肥啊 我根本没有那份心思啊 我作死了 去见老人了 结果老人果然在 依然精神很不错 说道 你来了呀 坐坐 然后说道 我说 你别赌了 赌害死人啊 赌害死人 他说的当然不是我 我压根 从不赌博的 我什么赌博的性质的玩意儿都不碰 我连斗地主都不打 听说有的人 斗地主输一万块钱 简直离谱 结果进去坐下来才看到 是一个绿头发的年轻人 小青年 他说道 我这 不是赌博 我这讲求一个重水色地工啊 不是赌博 是赌石 你也要搞清楚哦 老人沉闷地哼一声 点燃烟 说道 你起步多少钱 现在剩下多少钱 绿发青年羞愧了 说道 起步十万 剩下三万了 我会翻本的我 我一定能开除帝王绿帝王子 你看 我的头发都染成绿色了 我不禁 觉得好笑 这头发染成绿色和赌石开出玻璃种帝王绿有个屁关系 扒杆子打不着啊 但是我不参与 我不参与其中 没因为别的 因为我有自己的事啊 我的媳妇是鬼是人 这事 这件事如一个萌芽的种子 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 很快藤蔓就要缠绕我了 甚至开始缠绕我的脖梗 我快要憋死了 我真的快要憋死了 想及此 我等着 老人却说了十分钟 绿发人走了 他显然 听不进去 我问道 你真的认为赌石算赌博吗 对部分人来说 是 对部分人不是 看情况嘛 他说道 淡定如初 我觉得这个老人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不禁不敢小瞧他 说道 我媳妇的事 他一看我 说道 你最近和媳妇发生关系了吗 是啊 我媳妇 我当然 我有点害羞了 但是在一想 怕什么 老人说道 伸出舌头我看看 我说道 嗯 好 我偏胖 整个人包括舌头都是胖乎乎的 他说道 嗯 舌头 嗯 我看到了 好了 没事了 我知道了 我说道 你知道我不知道啊 什么事 老人说道 你媳妇不是人 也不是鬼 我按骂一句杀笔 你说这话重复来重复去 有意思吗 刚要在争论 结果有人喊道 老公 你在这啊 我几乎一口水喷出来 大惊 我几乎是胆涂吓破了 是我老婆 柳如烟 我惊讶地转过头 看到了门口外面三米外 柳如烟在哪 柳如烟朝着我微笑呢 说道 你在那干嘛呢 我能说啥 我能说我在给你算你是人还是鬼 我什么也不能说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老人说道 沈女士 进来 喝杯茶 我惊了 我生怕他们来个法海和白素贞的大战 来个水漫金山 我的妈呀 但是我无力阻止了 于是 媳妇柳如烟进来了 说道 这位是你的朋友 我说道 我偶尔认识的朋友 嗯 嗯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心态有了转变了 开始和后面 截然不同 刚开始 是在媳妇叫我的时候 我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而后面 我想弄清楚真相了 结果 媳妇真进来了 并且看着茶水 我真害怕 害怕老人在媳妇的茶水里 在铁关营里下药啊 结果 媳妇呢 媳妇毫不犹豫喝下去了 还回味了一下 说道 好茶 好茶 这茶估计不菲的价格吧 你这个朋友有钱啊 老先生 老人说道 这茶一两四百块 不多 小玩意儿 身外之物罢了 我心脏 扑腾的跳动 激动不已 我生怕媳妇倒在我怀中了 或者当场吐血 或者变成一条蛇 我的妈呀 我不敢往下想了 结果倒好 什么也没发生 媳妇说道 老先生 你看起来 很是睿智啊 这话说的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总是觉得 这位老先生 这老人 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子睿智的光芒 光芒很盛 媳妇接下来一番话 惊了我 媳妇柳如烟说道 老人家 你会算命吗 老人笑了 我彻底惊恶住了 什么 老人 会算命 我媳妇柳如烟 他是第一次见到老人了 他怎么确定老人会算命的 鬼有超能力 可是 老先生说了 他不是鬼啊 一般情况不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老人 也说过 媳妇不是人 这我思想跟不上了 逻辑跟不上了 结果老人说道 好 你等一下 你们两口子等一下 我此时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说咱走吧 不妥当 但是 简直就是焦急无比 可是 又不知道我有什么而焦急 真的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惊了 呆住了 过了一会 老人拿过来一个算盘式的玩意儿 然后是一本厚厚的书籍 书籍很 怎么说 很古老式的 我想摸上去 但是却又胆怯了 接着老人说道 我来 我来给你们两个看看 如何 我们是有缘分的 媳妇说道 好啊 态度很坚定似的 我无语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鬼 也有命运吗 人 可以算出命运 那鬼呢 这是真是奇怪至极 老人说道 你们两个谁先来 老人在后面大背包里 拿出的算盘和书籍 而这段时间 人在附近聚集了 热闹起来了 我看着人群 有一点小尴尬 说道 这好多人 外面的人来人往的 热闹无比 就在此时 外面来了人了 是一个中年汉子 一脸横肉 大概一米九那么高 长得跟个大力士士的 他说道 刘先生在吗 当然 指的是老人 这时候 老先生说道 我在 你是 什么人 大汉说道 你的快递 两个人核对了下手机尾号 结束了对话走人了 留下一个包裹 老人并不着急拆包裹 说道 来 我来算算 我说道 你这 包裹来了 我方便在此吗 老人说道 是一个小玩意儿 你不要在意这个 我来给你算一下 我看向媳妇 柳如烟在盯着算盘看 似乎在研究一道数学提示的 我只好由着她了 过一会 媳妇说道 你说说看 人的命运 是固定的吗 刘老先生说道 你这个问题 属于宇宙的终极问题了 哈哈 我笑了两声就停止了 觉得不合十一啊 尴尬啊 媳妇并没有对我说什么 尴尬不尴尬 以及笑不笑对不对之类的话 而是认真对刘先生说道 你仔细想想 刘老先生说道 也许是一定的吧 十一是一 但是一切都是在生死的定书中 媳妇立马 脸上 有一种复杂至极的表情 这表情 我无法识别 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在 来 我来算算 说说你的生辰 我说出了 生辰我还是知道的 结果呢 他开始算 只是算的方式不同 并不占卜 也不用什么铜钱币 过了一会 说道 小伙子 我之前说你命运是小瞧你了 你的命 真的 我服了 这话说的 我有一种喜忧参半的感觉 我命运 好事啊 但是 怎么说呢 我总是有一种特别的 不知道什么的预感在 刘先生说道 你一生 主要的坎坷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直到遇到贵人 相助之后 基本无事了 后续 会是基本一帆风顺的 只要你保持一个良好的 不去作死的心态就好 我表达了感谢之情 说道 我不作死 我知道 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 就是这句网络用语 刘先生说道 很好 很好 然后看向柳如烟 我媳妇 柳如烟也抱了一个生辰 说道 我想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是在午夜之前 大概吃晚饭之后 但是具体时间 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 我不能乱抱 刘先生点头 说道 是了 是了 然后说道 不错 前面还不错 但是 嗯 怎么说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吧 你要留意一下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说道 九月 第一个星期 嗯 对 逃过一劫 就好了 刘先生叹口气 继续说道 却绝口不提 那鬼媳妇的事了 我心想 他不提 我就别问了 别自讨媚去 于是说道 好 好 我媳妇说道 我会特别留意的 还有什么你要叮嘱我的吗 没了 就这样 有缘自然 我们 哦对 我们三个会再见的 刘先生说道 忽然 刘先生拿过刚才送的快递包裹 打开了 说道 这里面的玉佩 我送你们两个人 一人一个吧 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我说道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能收的 媳妇柳如烟却说道 可以 谢谢前辈 我和媳妇 如她说的那样 从十个玉佩里 每人拿一个 走人了 走到路上 我说道 媳妇 你 你怎么能让人家这么贵重呢 柳如烟却说道 你拿着 自有你的好处 这跟那什么不同 啊 我疑惑了 媳妇柳如烟说道 这玉佩本身不值钱 是批发品 是真的玉 但是 预讲求一个质量的 这个是次品 不值钱 就是五百块左右 不会吧 五百块的 我挺疑惑的 而 接下来 事情似乎过于平静了 回家 饭馆结束了营业后 各回各家了 灯火阑山 我们吃完晚饭 看电视 刷剧 什么也没发生 我心中十分疑惑 但是也没有任何解惑的办法 于是我只好 把疑惑藏于心底 时光飞逝 转眼到了八月底 我的生意好得很 就是 几乎有实力在开的分店 但是我却办躺平 并不打算去开 媳妇也不追着要我开 只是偶尔提及了一下 不敢开 我这几天 总有一种感觉 要发生点什么 因为九月初 杨历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要来了 我思来想去 主动跟媳妇提及了这事 柳如烟温柔看着我 说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知道吗 我心道 这我当然知道了 你莫非要跟我分辨 或者是有什么大事情宣布 结果媳妇眉头一皱 说道 你记住了 带上那个刘先生给的玉佩 啊 会有危险吗 我忍不住问道 不会的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一直走下去 柳如烟说道 她的态度变得坚定起来 人也很美 丝毫不见风霜 或者什么衰老的痕迹 我这天 不知道为什么话语多了起来 说道 媳妇我爱你 柳如烟笑了 也说道 我也爱你 然后让我早点休息 说道 早休息吧 明天 哦对了 你明天多留意那两个新员工 你自己就不用去亲自上菜品了 你是老板了 我答应了下来 早上九点半 新员工 两个热忱的小伙子来了 都是21岁 大好年华 我给他们开的工资 是4000块钱 其实我认为不低了 我说道 好好干 加油 两位也听话 认真干起活来 其中一个有一年的帮忙别的饭店的经验 干的明显要好一些 另一个慢慢也熟悉了上菜品的规则 逐渐适应了 两个小伙子都很聪明 我打算都录取了 减轻一下饭馆的压力 目前这个饭馆 能做到如此盈利 十分不容易了 有一段时间没见那神秘老人了 我也没再去集市那边 时间过得真快 夏季真是热啊 我在饭店里躲步走着 听到旁边的桌子 有人在议论着 这时候 我笑了一下 心道 这么长时间了 都过去了 我和媳妇应该没事了 我媳妇是人是鬼 是妖怪 我不在意就是了 糊里糊涂一辈子 如美梦一般 也就是这样了 多好 但是 我马上又想起了九月初 九月第一个星期 我的媳妇柳如烟 可能会面临劫难的事 不知道是真是假 完全不知道 饭店过后 我小灭了一会 醒来后发现柳如烟不见了 我打电话柳如烟关机了 这让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 我心道 不是说好了好好过日子吗 为什么又关机 莫非是手机没电了 结果去二楼一看 卧室里 没人 化妆台上 居然是关机了的手机 这 我心中开始不安了 这么大的都市 手机关机了 我上哪里去找他呢 我把饭店的事情交给朋友处理 我的朋友胖子等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马上奔赴了百姓广场 溜达一圈 却没人 就在此时 有人在我身后朝我走来 我惊了 这人的脚步声 不是我媳妇柳如烟的 却 是老人刘先生的 我眼有泪花 说道 刘老先生 我的媳妇不见了 他把手机给关机了 放在化妆台上 人没了 啊 是吗 刘老先生愣了一下 说道 我应该谢谢他 我完全不明白不懂 说道 你谢谢 你谢谢谁 啊 我 我没说 不 我 他声音发抖 从未有过的一种抖动 这让我惊讶了 我十分好奇 是什么 让一个精神饱满的老人 会如此的 惊慌 还记得他当时劝说 沉迷赌时的绿头发的小青年 戒了吧 当然 结果是失败了 但是 老人说话的那份儒雅 却是 少见的 现在老人居然慌神了 是的 这是为什么 就在我疑惑的同时 老人重新的 慢慢的恢复了淡然 就好像刚才的一切 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 让我感觉一种突兀感 不适应啊 接下来 直到静默了三分钟后 老人说道 我想说我该走了 时间快到了 啊 什么 我追问 老人此时已经淡定如初了 说道 我想说 不要想念我 我走了 该是时候离开了 你要回家 我问 家 什么地方是家 老人眼里的光也还在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试探性的问道 刘老先生 你没成家吗 一直是 孤身一人 刘老先生笑了 温暖的笑意 浮现于脸上 说道 人的归宿 是什么 我实在终其一生 也搞不懂 哈哈 成不成家 对我而言不重要 人都会散去 所谓取终人散嘛 说完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头 说道 再见 小伙子 再见 年轻人 他似乎没有和我沟通的欲望和想法了 我怕尴尬 只好说再见了 晚上八点半 柳如烟回来了 说道 你在等我吗 我说道 你手机关机了 然后我回来二楼 发现在梳妆台上 你也没带走 你这 妻子柳如烟说道 你不必担心 我去了一个地方 可能 算了 我不说了 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 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说 那行吧 晚上十点多 我洗了得早 准备入睡 一天折腾得太累了 妻子柳如烟说道 哦对了 睡觉的时候也别摘下玉佩 这个东西保护你的 是护身用的 我笑道 你还信这些 妻子认真说道 不是说吗 信其有就有 这是一种 保护的力量 见他说的如此认真 我也就不好反驳什么了 觉得不合时宜 第二天我打算去看一下老人家 刘先生 但是 却在老人家门口遇到了妻子 我惊了 更惊讶还在后面 因为老人已经去世了 柳如烟也有泪花 我不知道柳如烟是什么时候来的 于是问道 柳如烟 你这是听说的打来了 妻子说道 是啊 我听说这边去世了一个老人 我猜到是他 所以过来看看 我说道 是这样啊 你应该叫上我 马上我又想到 可能时间不凑巧 不该多说这句话的 殡仪馆的人把尸体抬走了 一个小伙子工农 奇怪 真是奇怪至极 一个黑西装的精灵模样的胖子说道 奇怪 他怎么知道的 奇怪了 这话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上前 打了个招呼 说道 你好 请问你们都在说奇怪两个字 是怎么回事 妻子柳如烟在旁边忽然拉扯我 说道 我们回去看看吧 看看店里如何了 我说道 嗯好 然后 此时 又来了一辆大卡车 下来三个人 说道 刘先生在吗 周围的百姓都惊了 其中一个看热闹的壮汉说道 刚去世 你们是什么人 那个为首的灰衣服的汉子说道 什么 刚 刚去世 似乎是的 另一个阿姨说道 大卡车上下来的三个人 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人说道 奇怪至极 真奇怪 我实在忍不住了 说道 你说奇怪 他这会儿也说奇怪 到底你们能不能别打哑名 奇怪在什么地方 便衣馆的经理和卡车司机 其其说道 啊 谁说奇怪的 然后似乎都明白了什么 都看着彼此 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时候 卡车司机说道 你来说说看 你说的奇怪是指什么 啊 我说 另一个副经理挥手 说道 我们接到电话 说这边死人了 来处理 并说 桌子上放了一包钱 是丧葬费 让我们全包 一起处理了 尸体火化 一切从简 那政经理则说道 对对对 就是如此 我问是谁要火化 他说是他本人 我说 别开玩笑了大叔 他说 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知道自己的事 我没有亲人 所以委托你们了 多余的算你们的小费 所以麻烦你们了 大家的一生 都叫出声来了 说道 啊 这 他是生病了吗 应该是吧 请问 请问老刘是怎么死的 死因是什么 附近的一个老大爷问 然后说道 我前天还和老刘下过象棋呢 他眼泪掉下来了 我看 我也不是医生啊 其中一个人说道 副经理说道 我们确实不知道 只负责尸体 还有 他的遗书说得很清楚 多的七万块钱 我们分了 那看来他给的小费很多啊 你们要好好处理好 经理说道 那放心 给这么多小费 我们自然会好好处理好的 尸体正常火火 并把遗书交给对应社区部门 钱我们当然要留下 我们自己分了 这时 经理才想起来对面是卡车下来的三人 说道 你们这是 还有 你们说奇怪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亲人的 我们是来收东西的 其中的负责人说道 百姓们看客们 气气说道 收东西 那负责人说道 我们是一家服务公司的 他给了我们十万块钱小费 高额的小费 让我们来处理房间里的物品 点名十个物品 捐给一个出名的本地的敬老院 还有一百万现金 我们负责处理此事 然后说道 其他的 由我们在十月前处理完毕即可 房间打扫完 还给房东 这是他租的房子 此话一出 大家一片惊讶 惊讶不已 其中一个青年人说道 这意思是 他挺有钱的 也有爱心 但是孤身一人 并且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是这个意思吧 他可以预料到自己的死亡时间 这么一说 现场惊讶一片 死一般的寂静 这时候 妻子柳如烟说道 我们回去吧 回头我们去扫墓 去看看这位我们的好朋友 柳如烟这么一说 大家都投来有好的目光 我们回来了 结果柳如烟郁闷不乐 我也不高兴 心道 这么一个人 一个精神绝术的老人家 就这么没了 真的是生命无常啊 想及此 我心中 不由得难过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这一天 我们去祭拜他 刘先生 然后回来 就在此时 杨丽的9月2号 妻子说道 这几天 你要特别小心 我知道妻子柳如烟 想表达什么 说道 我明白 我自当小心 你也是 要知道 他说的是你 并非我 你可能有不好的事发生 妻子点头 表示认可 然而不好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大博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 大博是有一个儿子的 也就是我的堂哥 他从米国留学归来了 9月 正好是毕业的月份 当时大博死的时候 他在国外无法归来 现在他和妈妈 就是我的大妈 居然不肯放过我 他们拿了三框子臭鸡蛋 还有一些烂菜叶子 还有猪粪 来捣乱了 显然 他们的捣乱结果是成功的 饭馆的客人都熏走了 堂哥说道 你这样的人 害死我爹 你不配开饭馆 我让你臭名远扬 我让你身败名裂 我还要让你的饭馆倒闭 我没想到此事居然还有下文 我惊讶不已 报警了 然而警方口头警告后 他们又来用猪粪轰炸了第二次 结果就是 饭馆里一个客人也没了 再次找相关人 原来 最后结果就是拘留了三天大妈 口头再度警告了 刘雪归来的堂哥 这个小饭店 生意一落千丈 没有人来吃饭了 食材也坏了 几天过去 结果 9月6号的下午 妻子又出去了一整天 不过提前回来了 说道 把饭店提前关一下吧 我今天有事情要跟你说 他说的时候眉头紧锁 似乎很严重一般 此时 是下午四点半 于是 9月6号的傍晚 我们对谈了一会 就是这一会儿 这大概24分钟到25分钟 让我终生难忘 妻子开门见山 说道 我给你说的每一个字 希望你都信我 我说道 我信 我当然信了 妻子柳如烟认真说道 我下面开始说了 你稍微定一下心神 不要太过剧烈的喊叫什么的 我意识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对劲 说道 媳妇 到底是 怎么回事 你说 我在 我说着 拍了一下胸脯 表示自己的决心和 自己的力量 妻子却没像平时那样 奄然一笑百妹声 而是说道 你是否和刘先生 在刘老先生生前 有过一段谈话 是关于鬼的 我几乎惊叫了出来 我的妈呀 我努力地捂住嘴巴 否定心神 然后才说道 你都知道了呀 妻子说道 是 不对 也不是完全是 我不可能精准地判定 你们的对话的每一个字 但是大概我是知道的 我说道 那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不得了 然后说道 我不管是你人还是鬼 我都喜欢你 我可不是杀逼许仙 对不对 妻子皱了皱眉头 说道 我很感谢你的信任 真的 然后说道 不过呢 我可能 能力有限 我也无法逆天而行 可能我的 和你的缘分 到了尽头了 我惊讶不已 说道 什么 镜头 妻子点头说道 是的 哦对了 我忘了说了 我说一个重要的事 我不是鬼 我是来自阴间的人 我是活生生的人 只是我身上有死气 你明白吗 我惊讶不已 呆呆地愣住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道 人 确实来自阴间 我的妈呀 妻子点头 说道 对 就是如此 我这个 对了 你以前看小说 有没有一种职位叫阴差的 我说道 阴差 我搜索记忆 好像是有了 但是好像 那所谓的阴差 我不能多问 但是 你的意思是 你要永远离开我了吗 柳如烟又皱了皱眉头 说道 至少 用地球力来算 三年吧 三年后 我能否归来 是一个问号 然后说道 你愿意等我这三年吗 我说道 我愿意 你能归来的 是吧 我等着你 妻子柳如烟雀说道 不一定的 我首先要逃过今天的劫难 今天的午夜 你不要起来 我会面临人生的一个大劫难 我急忙说道 你应差 你怕谁啊 再说了 如果你是面临一个人生大劫难 我作为你的老公 应该在你身边护着你的 妻子说道 你是阳间人 我虽然是人 属于活人 却是阴间的活人 性质不同的 你无法直接帮我的 你能做的 只有等待了 我说道 我能弄个什么护服之类的吗 然后指了一下脖梗处 那是刘老先生生前 从快递里拿出来的 妻子摇头 说道 这个护服 对你有用 对我的作用 现在已经微乎其微了 主要是因为刘先生死了 我问道 他的死 是意外吗 还是心梗什么的 妻子说道 他其实 怎么说呢 他是正常活人 但他的先祖 是阴差 说白了 他是阴差和凡人的结合的后代 所以 他后来也明白了 知道我是阴差活人 而不是妖怪和鬼魂 所以就和我变成朋友了 我点头 说道 原来如此啊 然后说道 他知道他的爹或者妈妈是阴差吗 妻子说道 当然知道了 他的那个宝贝 就是算盘 其实是来自阴间的 是他的亲生父亲 从阴间拿出来的 所以 不属于阳间的东西 可以大概判定 人的生死命运的 他刘老先生 给我判定的时候 还不知道 我是阴间活人 这一特殊群体 后来他醒悟了 就知道了 我也和他交流了一会 妻子挥手 继续说道 至于他死亡是脑梗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不存在阳寿不阳寿的问题的 是临时通知的 我不懂不明白 说道 什么临时通知 妻子说道 我这么说吧 阳间活人 阴间拉他灵魂下来 是根据阳寿来判定的 阳寿未尽 那么 就不能让拉人下来 对不对 我说道 对啊 行中居然也淡定下来了 听妻子柳如烟说 他说道 但是刘老先生的爹 是阴差的之一 也就是阴间的活人 这就导致刘老先生 本就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上 不应该存在于阳间 他也就不在阴间 有什么阳寿规则了 我问道 那 那他不是永寿无疆吗 妻子说道 当然不会了 阴间是有查漏机制和规则的 现在查到了他头上了 他也79岁了 所以 就临时加了个阳寿 让他结束生命 去阴间报到去了 我惊了 说道 这也行 妻子说道 是的 所以 他知道自己临时到点了 一辈子的生命的富裕生活 也体会过了 他就安然赴死了 去阴间了 我想到了他之前的慌乱 之后的淡定 估计是想明白了吧 那 他也就是说 提前几天 知道了死亡时间 所以安排了后事给自己 我问 妻子点头 说道 对 他知道了之后 反正钱花不完 就给自己预备好了一切 这一切都是他从宝贝那 得知死期后办的 还行 我明白 说道 那宝贝这么神奇 现在属于谁了 他爹回来 拿走了这算盘 那本书不是阴间的宝贝 是他父亲写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他死亡后 他的父亲已经拿走了宝贝 所以他的遗物里 是找不到那个奇怪的算盘的 我表示明白 说道 看来 现在一切真相都明了了 对了 我能活多久啊 问这话的时候 我声音发抖 确实啊 知道自己的死期 是一个多么刺激的事 结果 我妻子摆摆手 说道 我不知道啊 要懂的人用那来自阴间的算盘 结合起来才能算清楚 我不负责这一块 然后说道 其实 我可以透露一点 那就是 阴间 现在乱得很 我惊呆了 说道 阴间不是井然有序的吗 什么十八层地狱 什么 不是的 和你想象的不同的 现在处于一个迭代和交替的过程 所以八大阴差活人 都说好了 来人世间走一遭 体会一下人间阳间的爱与情 我选择了你 就是为了体验一把 我觉得你服我的那事 就证明了你是个老实的好人 我苦笑一声 说道 好人有好报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得到了你这么个美丽的妻子 可惜但是 却不能长相厮守 忽然 我颤抖了一下 说道 对了 我大伯的死 我还没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呢 我妻子点头了 说道 都是我杀的 你大伯 张经理和他的讨厌的妻子 都是死于我手 我惊讶不已 我想了一下 说道 你杀人 不会有什么事吧 就是不可承担的后果 妻子冷笑一声 脸色变了 说道 我既然是阴间活人 我生死接触的多了去了 我不像你是一个老实的善良人而已 我可是一个杀法果断的人 杀几个人算什么 然后说道 我刚才说了 目前阴间很乱 乱成 也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了 塞几个死人进去 不成问题 还有 他冷冷说道 你的堂哥和你的大妈 就是你那个恶毒大伯的亲人 都要死 我已经塞进去了 你等着吧 我经恶万分 但是我忽然也起了邪念了 至少是不善良的心念 那就是 以德抱怨 怎么去报德 我有仇报仇是应该的 谁让我大伯一家人如此恶毒呢 我这饭馆都开不成了 接着 妻子说道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吗 我的那场劫难 你等着就行了 我脱身之后 会来找你告别 然后去做一件事 三年后 我可能回来 我也可能永不回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毫不犹豫 决定等我妻子三年 至于那劫难 我相信我妻子的能力 一定能度过去 第二天 电视台来了不少人 除此之外 来了一个熟面孔 那个殡仪馆的胖子经理 我上前 打招呼 那胖经理说道 真是神奇 得罪你的人死光了 我惊了一下 说道 此话从何说起呢 然后说道 你这是来 他显得很好爽 说道 这种事情当然我来了 而且 你的饭店被大闹 被破分辨的事 传遍本事本区了 现在 恶有恶报 居然死了 真奇怪 我知道 他们都在看 都知道了破分辨的事 当然 也包括扔臭鸡蛋等 现在 我的仇人瞬间死光 他们看我的眼神 我觉得有些异样了 果然啊 我的好兄弟小郭 在后来一小时候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头 说道 老哥们 你 你是死神不成 啊 听到死神这两个字 我心中惊讶不已 确实啊 得罪我的人死光了 大伯 大伯的妻子 儿子 他们是段子绝孙的一家人 因为他们得罪了我 我的妻子 要了他们一家人的命啊 而张经理呢 张经理和他的肥瘦老婆 也死光光了 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 我有些自责 仿佛自己就是死神似的 但是 更多的 不是自责 我决定硬气一点 坚韧一点 杀法果决一点 向妻子学着来 当然 我不是阴差 我没有那个本事 我把秘密埋藏在心中 没其他的要求 只希望妻子平安无事 结果 事情还是发生了 妻子受了伤 我怀疑是和仙人斗法 缠斗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我却看不到 打斗的痕迹 饭店 我想卖掉 但是没人肯接下来 我在饭店门口贴了个纸条 表明自己想要低价卖掉一楼饭馆的想法 然后也不管了 专心照顾妻子 我想问问妻子 这具体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具体斗法是怎么斗的方法 但是 话到嘴边 又回去了 妻子说 要在9月11号跟我告别 走人了 我万般不舍的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具体她要去做什么 我不知道 约定三年后的9月11号 如果她还没回来 就表示再也回不来了 这时候 我哭了 我很少哭泣 但是这时候 我真的哭泣了 我的眼泪迷住了双眼 却发现 妻子轻轻吻了我的右侧的脸颊 妻子认真说道 我在人世间 体会的这一回 让我体验到了善良与爱情 我知道了人心的美好 我明白了不少东西 我知道挽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就欲言又止 什么也没说 亲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 三年 我决定要等妻子三年时间 妻子对我真的没话说得好 我有什么理由不等她呢 我一定祈祷她的归来 我一定等着她 盼着她和思念她 这一天早上醒来 妻子不见了 留下了四十多万 当然 还有这套房子 其实 妻子想过的 应该就是平凡的日子吧 以妻子的胆略 想过那种奢靡日子 轻而易举 但是她却选择了和我过日子 和我过的不是苦日子 但是也仅仅是吃喝无忧而已 想到此处 我不禁煽然泪下 这期间 我还得知了一个消息 就是我大伯一家死光了之后 房子上交给上级了 大伯在农村的房子 在村里的老屋 其实是翻新过的 翻新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插曲的 大伯把邻居老孙头的房子 给买下来了 老孙头去城里住了 房子三万卖给了大伯 于是乎 大伯开启了 他对房子的疯狂改造 农村的大瓦房 其实就是四个房间 他却想得美 把自己的房子 和老孙头那边 购来的房子打通了 说白了 他的房子 是八间大瓦房 而神奇的是 还在后面呢 老孙头卖给他之后 他当即就把两套 大瓦房中间的墙壁给砸了 砸掉后 高调的放鞭炮 全村人都知道了 知道了他的宏伟计划 那就是贯穿八间大房 他花了很多的钱财 装修好了 并套上了一个巨大的院子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一家三口住的大瓦房 面积扩大了一倍 换个角度说 就是一家人 住上了两家人的地方 村里不少人觉得不合适 但是大伯并不在意 这时候 也就是在动工一个月零一天的时候 村口来了一个杂毛老道士 杂毛老道左看看 时右看看 然后说道 这家人 不行啊 老村长奇道 这家人很可以啊 财富不错 有钱人 虽然和城里的有钱人 是没办法相提并论 但是在暗村 是绝对的有钱人 排前三的大户人家 杂毛老道士说道 你看这地形算个什么 大家齐齐凑上来 说道 什么 怎么个算法 嗯 我知道了 老王头说道 老王头的话 经着了四下所有人 老王头的祖上 据说出过风水大师啊 大家有所耳闻 老王头王手说道 这属于鬼台轿啊 四下四条路 中间打通了 指住一户人家 这不是鬼台轿 是什么呢 此话一出口 现场一片哗然 杂毛道士竖起大拇指 表达了肯定 然后走人了 最后 霸道的大伯听闻此事 出来大骂周围看客们 还说自己命运 绝对无事发生 结果不到五个月 大伯死了 当然 杂毛老道士 早已经不在村里了 大伯死亡的时候 儿子 也即使我的堂哥 在米国留学 也由此可见 他们家经济实力不错 而他的死亡 根本原因是 阴间的阴差 柳如烟给做的 至少妻子柳如烟离开前 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 鬼台轿的说法 是一种巧合 天下 有如此巧合的事吗 老村长告诉了我 这件事之后 我想着 有空回村里一趟吧 散散心也好 毕竟 没妻子在 我等待妻子的过程 是寂寞的 寂寞归寂寞 我具有回忆作伴 我的梦 我的倒影 都是我的好伴侣 当然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三年后的一个傍晚 我在送外卖 护士的东区这边 我熟悉 我并不缺钱 三年前 虽然饭店三折卖掉了 但加上利润储备 我有不少积蓄呢 但是 储备钱多 不等于能够排遣继络啊 我决定干一段时间的老本行 跑外卖单子 结果 这个热气呼呼的傍晚 我见到了一个背影 这道倩影 我觉得就是我妻子 柳如烟 但很可惜 一闪而过 太匆匆了 我沉住气 心道 还有一个星期呢 马上就到时间了 我一定能见到他 我的妻子 柳如烟 在城市的墓园里 我去祭拜刘先生 在墓碑前 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包括无数和妻子相处的事件 历历在目 往事如烟 我不知道会算命的老人刘先生 是否预料到了我们的今天 不知道 但是我依然记得老人的话语 另外 还有一处细节 妻子没说 我猜测的 那就是 妻子曾经和老人沟通过 并尽力想让阴间取消 对他的这种规定吧 就是说 类似于想把老人 从生死不上 临时性的话走 但是失败了 也是因此 老人才说 感谢我妻子之类的话语吧 我猜是如此的 就在我抚摸着老人的墓碑 怀念过去的时候 忽然 有人轻声说道 老公 我的眼泪刷了一下 就下来了 我转头看去 一个很像是柳如烟的女孩 在和一个陌生男子说话 不是她 只是人有相似而已 我的心中 感觉空落落的 陪伴老人的墓碑到日落 我顺着灵灵道往回走 天空起了红云 是火烧云 就在此时 我看到火烧云的天际下 出现了一个身形 苗天修长的美女 那美女不是别人 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女人 我的媳妇 我的柳如烟 柳如烟空着手 什么也没拿 向我招手 我过去拥抱了她 我们两个人多言有泪话 她忽然轻声说道 我辞职了 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 问道 这阴差也能辞职的吗 妻子柳如烟 奄然一笑 王人的那种美丽神采 再次浮现了出来 她笑了 全文完